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 有史以来开户门槛最低的美国银行 这个美国银行的开户门槛有多低呢 它的开户资料只需要两个 一个是护照 护照上面没有签证也可以申请 另一个是美国地址证明 只要你有这两个资料 就可以申请开户 有的小伙伴就会说 那我觉得华美银行旗下Velo的开户门槛更低 只需要身份证就可以了 的确是这个样子 但是Velo的管理费每个月要25美元 最低要存2500美元才可以免出管理费 这个持有成本太高了 而我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美国银行 它没有资金门槛 哪怕你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也不会收取任何的管理费 另外这个银行账户支持ACH出入金 利用ACH出入金可以做到零手续费 也包括我们去接收Google的Sense佣金 或者说去给券商出入金 都是可以操作的 而且它会免费的寄送一张借记卡 这张借记卡可以在全球的任意一个 ATM上取款 而且取款是没有手续费的 这张借记卡也没有FTF 也就是外国交易手续费 也就是说这张卡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 刷卡或者网购都是没有手续费的 可以说这个美国银行账户 是真正的零成本美国银行账户 我强烈建议每个人都申请一个 即使你已经有了BOA美国银行 或者美国花旗银行这些大银行的账户 我也建议你申请一个这个银行作为备用 今天的视频内容包括 这个美国银行账户的申请演示教程 申请的注意点 申请成功后使用演示和功能介绍 那么正式开始吧 今天我介绍的美国银行账户 就是Remitted旗下的Passbook 我们可以到Passbook的官网去了解一下 官网是英文的 我们可以用浏览器把它翻译成中文 首先它的申请条件是没有SSN 也是可以申请的 然后Passbook的银行服务是由SunrisePEX 提供的 这家银行是FDSE的成员机构 也就是说为每个账户提供了高达25万美元的存款保险 所以说资金的安全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下面说这个账户是完全没有费用的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美国境外刷卡 全部都是没有费用的 另外它还会提供一个免费的借记卡 没有国际费用 另外如果说你绑定了Remitted来进行国际汇款的话 每一笔汇款还可以获得2美元的现金返还 下面其他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提早获取存款 这个在美国发工资的人可以用到 我们是用不到的 其他的话就是可以支持通过手机APP 扫描支票来进行存款 也可以通过银行现金存款 或者银行的ACH进行存款 下一个功能就是Remitted国际汇款 可以获得2美元的现金返还 取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在全球超过200万的ATM都可以进行取现 另外这个账户是支持绑定 Winmo Cash 甚至Zell进行轻松转账的 它上面说支持Zell 但是实际上我自己去尝试过 是没有办法成功绑定Zell的 有成功的小伙伴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一下 下面就是一些常见问题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这边就不再进行一个介绍了 下面的话我们就正式进行注册演示 Passbook的账户申请是只能在手机APP上来进行申请的 它是没有网页版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先下载手机APP 然后跟着我下面的教程一起去申请一起去操作 如果说你是苹果手机的话 中国商店是搜不到的 需要到美国商店去 安卓的话可以尝试去下载安装包 我这边是以苹果手机APP作为演示 我们先打开APP 打开之后选择语言 选择英文 下面就是介绍 我刚才在官网已经介绍了 就不重复了 我们正式开始进入申请的过程 在这边的话开始注册 如果说你已经有remitly的账户的话 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账户来进行登录 如果说没有的话 你就直接去创建一个新账户就可以了 我这边选择创建新账户 接下来很简单 去输一下自己的邮箱 设置一下登录的密码 这边我们同意一下接受通知 下面的话就是自定义你的卡片 这边的话是让你去选择一个 卡片上印刷的一个个性化的小国旗 我这边是选择中国 但你也可以去选择美国或者其他国家 或者说你不要这个国旗也可以 这边去输一下你的法定姓名 继续去输入生日 生日的格式是月日年 和中国的格式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去输一下美国的电话号码 美国的电话号码用Google voice也是可以的 不过Google voice它会给你发语言验证嘛 我这边尝试了好几次 语言验证码都是不完整的 所以说大家建议用实体的美国手机号码 比较推荐之前我向大家介绍过的 T-Mobile的这个手机卡 月租只要3美元 非常非常的划算 输完验证码之后 去输下你的美国地址 如果说你准备用护照来申请的话 它肯定会让你提供美国的地址证明的 所以说这个地址就要填写 美国地址证明的一个地址 这边我们输一下地址 输完之后点击继续 去选择一下职业 就随便选个就可以了 下面选择收入来源 接下来的话要验证我们的身份证 它主要是有两种验证方式 如果说你有美国SSN的话 就直接选择第一个 没有SSN的话就选择第二个 我们选择没有SSN之后 这边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就是护照 第二个选项是墨西哥的一个什么证件 第三个选项就是ITN 如果说你有ITN的话 强烈建议用ITN进行申请 因为根据网友的反馈很多用 护照加上租的美国地址申请的 passbook账户 很多很多都已经被强制关户了 我自己用的是ITN加租的美国地址 目前是一切正常 这边输入ITN号码之后 下面的话再上传一下 ITN的扫描键 还有IRS的确认信 基本上就可以申请通过了 关于如何去申请ITN 大家可以去观看我之前做的视频 如果说你想申请ITN 却没有渠道的话 也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到我 我这边可以介绍渠道给大家 如果说你没有ITN的话 你就直接去选择护照 然后去输下护照号码 然后护照的到期日期 下面就输下护照的签发国家 接下来点击继续 然后是需要去上传护照的照片 或者扫描键 接下来是需要去确认 第二个证件来证明你的地址 我们最简单的就是选择金融文件 也就是你的其他美国银行 或者说券商的对账单 如果说你没有其他银行 也没有银行对账单的话 还有一个获取美国地址的方法 就是去申请ITN ITN的申请非常非常简单 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证件 只需要提供一些名字 电话 地址这些信息就可以了 然后ITN的确认信 也就是147c 是可以作为美国的地址证明的 如果说你想申请ITN 但是没有渠道的话 也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到我 我会介绍我的渠道给你 这边比如说我要上传一个地址证明 然后这边去拍一下照片 然后上传 如果说你用SSN注册的话 它一般是马上就可以验证成功的 如果用护照或者地址证明来验证 它可能会需要48小时来进行人工的确认 如果说申请成功的话 你就会收到Passbook发过来的邮件确信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正式去使用 我们的Passbook账户了 下面带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PASSbookAPP的一些功能 首先登陆进去的话 在首页就是我们的交易记录 我这边最常用的交易 比如说这笔First Trade 就是第一证券的券商入金 是可以正常进行的 这笔的话是进行remitted的转账 获得2美元的返现 这笔是Google AdSense的收入 这笔是潘盈的提现 可以看到这些账户 目前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的日常使用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零费用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香的 然后我们点击左上角的Card 可以看到我们的实体Card卡的卡号 账户开动成功之后 你的实体卡的卡号是实时就出现在这里的 马上就可以使用 不用等待实体卡收到 实体卡的唯一用途就是 曲线和刷卡消费 但我想一般人也没有人 会拿这个卡在国内曲线的 如果你想把美元变成人民币 最方便的方法当然是通过remitted 直接汇款到中国 实时操作实时到账 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第二个菜单 就是存入资金 一共是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手机扫描支票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直接存款的方式 这边提供了它的路由号码和账户号码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Pay 关联到其他的银行账户 我们直接去点击关联 然后这边的话就选择你的其他美国银行 绑定成功之后就可以直接通过 ASH把这个钱拉到你的账户 是完全免费的 第四种的话是通过借记卡 然后在实体店铺去存入现金 这个的话在国内是不适用的 接下来是资金转出的四种方法 第一种的话是国际汇款 国际汇款就推荐使用官方remitted的服务来进行 第二种的话是支付账单 通过你的借记卡的卡号进行消费 或者说通过你的路由号码和账户号码 来进行支付账单 比如说去还美国的信用卡 第三种就是Passbook账户之间的互转 输入邮箱或者美国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是秒到的没有手续费的 最后一种就是曲线 曲线的话是可以用Visa接级卡 在全球超过200万的ATM上进行曲线 而且是没有任何手续费的 最后的话就是设置 设置里面就非常简单了 我就不重复和大家介绍了 我个人觉得Passbook是一个 非常具有性价比的美国银行账户 申请资料简单 没有最低存款要求 境外消费没有手续费 全球取款没有手续费 可以收取各种联盟收入 也可以出入金到券商 基本上涵盖了大多数的使用场景 所以强烈建议有相关需求的小伙伴 都申请一个 反正是免费的 怎么撸也不会吃亏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或者有什么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如果我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 欢迎点赞订阅分享 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 帮到更多的人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